林墨宇说道 晚辈微末之时 曾结识一好友 那位好友的种族 是由一位修炼灵魂大道的天尊 在其规则世界内创造诞生 晚辈的这位好在已 曾经拥有特殊使命 后来为了帮助晚辈 他献祭了自身 晚辈曾经答应他 要帮他恢复种族 可惜晚辈后来 一直没能找到 创造他的那位天尊 听完林墨宇讲述 夏侯渊说道 可留有什么物品 对于规则世界创造生灵 夏侯渊十分熟悉 他曾经也做过很多次 这是修炼灵魂大道 必然会拥有的经历 也知道 那些被创造出来的种族 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生灵 需要一些物品作为载体 林墨宇拿出莉莉安留下来的天灵经 天灵经里 还留着有一丝灵魂波动 当时他保留了莉莉安的一丝灵魂在里面 心中想过 若是找不到灵魂天尊 以后就用亡者复生来复活莉莉安 当然 那需要亡者复生发生质变 不再有时间限制才行 否则还不如不三十一复活 夏侯渊接过天灵经 仔细感受着 片刻之后低声道 你留了一丝他的灵魂 也就留下了一线希望 解灵还虚系灵人 最好的办法 还是找到那位创造他的天尊 他的灵魂 还有这件物品 都有对方的烙印 若是外人插手 会很麻烦 林墨宇道 实不相瞒 晚辈来自戒海世界 那位灵魂天尊 也是从戒海世界中离开 前往本源大陆 晚辈与他相隔太久 不知道对方是否有到本源大陆 身在何方 是生是死 如果要找到他 除非有天大的机缘 否则怕是有些难度 林墨宇确实想过去找灵魂天尊 后来根据他得到的信息来看 想找到很难 万一灵魂天尊已然身死 那更是无从找起 夏侯渊想了想 这样吧 老夫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令其复活 你是想让他恢复原样 还是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生灵 林墨宇大喜 自然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生灵 行 夏侯渊很干脆地答应下来 林墨宇问道 需要什么代价 请前辈告知 晚辈尽量支付 夏侯渊道 成了再说 老夫也不怕你赖账 林墨宇没想到夏侯渊这么好说话 之前自己的那些小心思 似乎都有些白费 不过 想想也不好说 若是没有自己的这些刻意表现 夏侯渊也不一定会这么好说话 夏侯渊道 你如果没事的话 就轮到老夫来问些话了 林墨宇立即点头 前辈请讲 晚辈知无不言 夏侯渊道 你曾经是否见过很多极为厉害的强者 林墨宇意识到 夏侯渊问的是谁 有一位前辈 曾经为晚辈展示过一些画面 在夏侯渊好奇的目光中 林墨宇继续说道 那位前辈 骑着青牛 穿着青袍 夏侯渊脸色骤变 急促地叫道 停停停 不要再说了 以他的身份 明显知道 林墨宇说的是谁 林墨宇道 前辈还要不要听听别的 夏侯渊声 吸了口气 可以 你说得慢点 林墨宇道 有一个到处漏水的葫芦 漏的是足水 那里有一位老袍老前辈 停停停 夏侯渊果断叫停 他目光怪异 看着林墨宇 仿佛在说 你见的都是什么怪物 林墨宇道 那我再换一个 曾经有一只大鸟 叫猿鸟 停停停 夏侯渊再次叫停 他带着无奈 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了 你说的这些 老夫都不能听 不能听 是不敢听吧 林墨宇心知肚明 这些老前辈 境界越高 胆子往往会越小 因为知道的越多 就越害怕 他们不想死 胆子自然越来越小了 夏侯渊吐出口气 这样吧 老夫换个问题 你的不死精神哪来的 林墨宇道 晚辈所在的 那个戒海小世界里 曾经出现过一位神秘人 不死精神 就是他留给 晚辈的 不过现在 他已经不在了 夏侯渊奇怪道 死了 林墨宇摇头 或许是死了 或许还活着 晚辈也不是很清楚 夏侯渊道 你可知有关 不死精神的事 林墨宇摇头表示 不知道 夏侯渊道 等天交大会结束后 你去陆丰商会 他们应该会卖给你 下一个问题 你的术法里 为什么会有地狱之门 林墨宇道 晚辈的术法 叫海谷地狱 在晚辈 来到东周之后 曾经有过一场奇遇 晚辈融合了一块地狱碎片 术法里 就拥有地狱之门 夏侯渊皱着眉 竟然是这样 你竟然能融合地狱碎片 当年地狱破碎 传说有地狱碎片 落入本源大陆 看来是真的 你的机缘 还真是不浅 夏侯渊说的话很保守 能碰到地狱碎片 并且还能活下来 将自己的术法 与地狱碎片融合 这个过程 可以想象有多凶险 哪里还是机缘不浅 简直是机缘逆天 由此可见 林墨宇的气韵有多强 任何机缘 都需要强大的气韵支持 若是没有气韵 碰到地狱碎片 那就不是机缘 而是杀局 夏侯渊感觉 林墨宇身上的秘密太多了 饶食他的实力 都有些不敢再问下去 现在连地狱碎片都出来了 他怕再问下去 还会问出更多惊人的信息 他停了下来 我问完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继续问了 林墨宇想了想 问了一些有关修炼上的问题 夏侯渊也都一一解答 并没有任何隐瞒 他们只能看到 两人在对话 却听不到两人对话的内容 天空中的道尊们看得惊奇 他们都知道 夏侯渊平日里画棘手 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 能与之平等对话的人 同样不多 没想到 夏侯渊竟然能与一个天尊 聊得如此畅快 完全颠覆了他们 对夏侯渊的印象 夏侯前辈今天是怎么了 不知道啊 平时夏侯前辈的话相当少 今日好奇怪 不必奇怪 夏侯前辈画手 是因为一般不配与之对话 那现在你怎么解释 或许他的身份特殊吧 特殊 能人多特殊 天知道 你去问夏侯前辈啊 我才不去 那是找打 在两人聊了半天之后 终于有人闯过幻境 陆风摇猛地 睁开双眼 道尊敬的气息冲天而起 一场幻境 对他来说 就是一场考验 他在幻境中 经历了一场 毕生难忘的大战 幻境里的一切 都与真实无异 这场大战 也和真实世界中无异 他在幻境中受了伤 伤势不轻 差点就要生死 不过凭借着坚定的道心 最终还是顽强地坚持到了最后 获得了最终胜利 下降 陆风摇并没有发现 随着自己的坚持 自己在幻境中的实力不断上升 而敌人的实力却在 他只知道 自己不能败 绝对不能败 他的道心越发强大 现在的道心 就像是一柄锋利的剑 谁敢动摇他的道心 就会被剑锁伤 让道心变得强大 正是这一环的奖励 境界好修 道心难练 没有什么奖励 比这个更好 只可惜 林墨宇是没这个福气 来享受了 夏侯渊道 风摇压头的悟性不错 单纯从资质上说 比起先连圣女 还要更胜一筹 林墨宇很同意夏侯渊的话 顺势拍了个马屁 前辈说得对 我感觉风摇姐将来的成就 会十分惊人 上一环陆风摇 试书在境界上 这一环不比境界 陆风摇完成反超 不过最终成绩还没有出来 之前心魔的考验 还是先连圣女 占了些优势 夏侯渊对着陆风摇传音道 暂先休息一会 等待他人 陆风摇恩了一声 抬头看去 正好看到林墨宇 他美眸眯起 看着林墨宇 好像在问 你怎么在上面 林墨宇用眼神回答 是夏侯前辈叫我上来的 陆风摇收起了目光 算是认同了林墨宇的这个回答 夏侯渊道 差不多了 接下去 他们一个个都会醒来 或是成功 或是失败 这一环考验算是结束了 你知道下一环比的是什么吗 林墨宇摇头 不太清楚 夏侯渊道 悟性 道心都比过了 下一环考验的自然是实战 你的境界 在下一环中有些吃亏 你自己决定 要不要参与 不过 即使你要参与 也不要再动用之前的那个术法 和不死精神 败的没关系 有些东西 该藏桌 还是要藏桌 那些家伙里 有不少人心眼小得很 夏侯渊指的 并不是正法上的那些道尊 而是那些道尊背后势力里的老家伙 若是林墨宇表现得太过出色 说不好那些老家伙就会出手 扼杀天才的事 他们不是没做 过 当然 他们都做得很小心 不会让人抓住把柄 毕竟天骄背后 都有大势力 不是谁想动就能动的 不过林墨宇身后 似乎没什么大势力 他们就不会有什么顾虑 林墨宇自然能明白夏侯渊的好心 多谢前辈提醒 我会小心 之前亮眼表现 只是为了增加对夏侯渊的筹码 现在莉莉安的是 夏侯渊已经答应 那么 也就不需要继续如此表现 藏桌也不是什么坏事 就像打人的拳头 要先缩回来 再打出去才有力 之前的两环表现 已经足够 接下去就收着点吧 这环结束后 估计又要重新排座 不知道他会排在哪里 估计不会太差 但也不会太好 毕竟我猜只是天尊 境界高低 也是为此的重要考量标准 林墨宇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等待着这一环结束 越来越多的天骄突破了幻境 有人成功 也有人失败 排名靠前的大部分都成功收场 哪怕过程并不完美 至少也证明了 他们的道心是强大的 而那些失败者 只能说到心还不够火候 无法激活夏侯渊设置好的机制 在夏侯渊眼里 这场幻境考验 不应该有失败的可能性 除掉林墨宇 先连圣女是记录风瑶之后 第二个突破幻境的 在他看到陆风瑶 找自己一步突破幻境后 神情中流露出一丝失望 同时还有强烈的好胜心 至于林墨宇 似乎被他无视了 他已经不把林墨宇 当正常人看待 看林墨宇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怪物 林墨宇暗道 这女人什么眼神啊 除了先连圣女 那些排在前十的人 发现林墨宇速度比自己快时 看过来的眼神都差不太多 基本上都把林墨宇 当成了怪物 夏侯渊传音给三组 三组 刚才说的 您都听到了吧 三组的声音 响起 都听到了 正如我所猜测的一样 他遇到的那些 都是难以想象的存在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那些我们想见 都不敢见的存在 为什么他能碰到 其中会不会有一些特殊原因 夏侯渊心中微惊 您的意思是 那些存在 在培养他 三组继续说道 我之前见过他 从他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 很古老的剑气 后来通过情报分析 这道剑气 应该来自 南州御剑城的御道剑 一百余年前 御剑城曾经发生过 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 有一位难以言喻的存在 降临过一丝契机 差点把整个御剑城 移为平地 就连耸立无数年的御道剑 都出现了大量裂痕 差点崩溃 三组越说 夏侯渊越是心惊 他苦笑道 三组 您就别再吓我了 再说下去 我怕我的道 心就要崩溃了 三组黑黑笑道 活了一把年纪 胆子这么小 怎么成 你反过来想想 那些存在既然要培养他 自己又不出面 这意味着什么 夏侯渊想了想 呢难道 意味着 那些存在 不想干涉他的成长轨迹 三组哈哈大笑 算你聪明 老夫确实是这么想的 显然 那些存在不想过多干涉他 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下 算是混个脸书 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夏侯渊点头 明白了 多谢三组提点 三组笑道 我们相识这么多年 不需要这么客气 趁着你 还能在外面自动行动 有些准备该做起来了 不要等哪天像老夫一样 偶尔想出去一趟 还要顾及着顾及那的 夏侯渊沉默了许久 好的 我会准备的 到时少不了要麻烦你 三组道 有事找陆连 要什么他都有 第二环结束 众人的座位 再度重新排序 在第二环的考验中 除了林墨渝以外 陆风瑶得到了守名 先连圣女次之 天幻圣子和东方无问 两人排名换了一下 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 其余人的排名 都有些微小变化 可总体来说 区别不大 一道道光照下来 笼罩在每位天骄 及其身后的跟班身上 林墨渝惊奇地发现 自己身上竟然没有光 也就意味着 自己的排次不需要动 林墨渝明白了夏侯渊的意思 这是要让自己低调藏桌 不要太过冒头 让自己参与天骄大会 已经算是大出风头 在天骄大会的历史上 还从没有哪个天尊 能与天尊同台禁忌 历史上的经验的天尊 不是没有 可以与道尊一教高下的天尊 也是存在 甚至天尊逆斩道尊的事情 也不算太少 可那些天尊 都是巅峰天尊 而且被斩的道尊 也是最弱的道尊 而不是这里的这些天骄 若是论战力 在场这些天骄 都是同进天尊里的佼佼者 他们在巅峰天尊时 就有了逆斩 普通道尊607的实力 林墨渝以中阶天尊之身 能与他们同台大比 已是破历史先河 无比逆天的事情 在夏侯元看来 这样已经完全足够了 甚至已经太过了 幸好现在表现出来的 还只是悟性和道心 这两者只能代表将来 而不代表现在 将来林墨渝能成为一个顶尖强者 和现在就拥有逆天战力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若是林墨渝在实战中 表现太过强势 绝对会引来那些老家伙的嫉妒 甚至出手袭杀 林墨渝很清楚 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 藏桌 但也不能太过弱势 就算故意要输 也要输得漂亮 否则反而会让人觉得虚假 林墨渝在思索着如何打 既能藏桌 又不会让人怀疑 光束变换 个人的位刺重新排定 前十的位刺 发生了一些小小变化 先连圣女 依旧保持在守名没有变化 东方无问 还是在地两人牢牢占据前两名 位置难以动摇 可第三名的位置 却发生了变化 原本坐在左二的是王天灵 王天灵是三灵宗的嫡系传人 有三灵宗的少宗主之称 可是在大会中 王天灵的表现始终都是重规重矩 不好也不差 现在他的位置被天灵圣子所取代 调到了右二 排在第四位 天灵圣子以优秀的表现 来到了左二的位置上 进入三甲行列 距离最强天交的称号又进一步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他最终想胜过先连圣女 和东方无问 难度很大 从第五到第九名 位置都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保持着原样 直至位于右五的第十名 再度有了变化 陆风瑶从左六排到了右五 总位次进步了一名 从前十一变成了前十 虽然只进步了小小一名 对陆风瑶来说 却是巨大变化 前十名中都是道尊二进的天交 他是唯一一个道尊一进的存在 他的出现 虽然比不过林墨宇 参与天交大会 那么令人震惊 可也足够吸引无数人的目光 陆风瑶第一次参加天交大会 以道尊一进的修为 挤身前十 无比强势 只要能保持这样的势头 下一次的天交大会 最强天交的名头 极有可能就会被陆风瑶所得 作为陆风商会的接班人 陆风瑶也证明了自己的天赋才情 林墨宇看着为此变化 注意到了王天玲的神情 眼神淡然 丝毫不为自己 从第三跌到第四而感到懊恼 王天玲从一开始就很低调 之前在陆风瑶的介绍中 他就是这么一个低调的存在 在上一届大会中 他也是如此 不显山不漏水 最终得到了第四名 本届大会一开始 他就排在第三 现在虽然掉到了第四 可神情之上毫无变化 似乎对自己的排名并不看重 不过越是如此 林墨宇越觉得此人不简单 当一个人能把胜负看淡的时候 其实这个人在某个层面 已经开始超脱 位置变换结束 夏侯渊的声音响起 第三环 比斗 第一轮 十名之后者 以左右之分 与自己对应位次的选手对战 胜者留下 败者淘汰 规则依旧十分简单 排名在十名后面的人 以左对右两重对局 如左七对右七 左二十对右二十 胜者留下来 败者直接淘汰 排位相近者 实力一般也相等 可以想象 大战将会十分精彩 至于前十者 那是种子选手 一开始并不需要参与其中 他们的比赛 要留到最后 而唯一的例外 就是林墨宇 林墨宇排位在101 根本没有对手 很多人在听完规则后 随之看向林墨宇 不知道林墨宇 要如何被安排进来 夏侯渊朝着林墨宇一指 此环比斗 他不参与排名 在大比之后 所有人都可向其发起挑战 由他则一人进行比斗 夏侯渊如此安排 让林墨宇远离了 天交大会的排名 同时又能参与其中 如此安排 林墨宇自然明白 夏侯渊的用意 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能表现太弱 也不能太强 需要适中 这个度 要林墨宇自己把握 挑选的人选很重要 不能太弱 也不能太强 能动用的术法 也有讲究 林墨宇觉得 可以先看别人的比斗 再做决定 规则宣布完成 湖面上升起光幕 与天上的阵法相连 以湖为底 形成擂台 擂台中的空间发生扭曲 内部空间被扩大 足够天交们 在里面大展拳脚 尽情大战 随后又有两道光 从空中照顺而下 分别落在左五十 和右五十两位天交身上 两人瞬间被传送进擂台之中 四目相对 两人微微抱拳行礼 没有过多废话 战斗直接开启 两人各展术法 空间轰鸣 大道展现 术法在擂台中肆意碰撞 两人各展权力 打得无比火热 两人一人领悟水之大道 另一领悟的 则是风之大道 风水相交 形成龙卷风暴 在擂台中疯狂肆虐 擂台光幕阵法无比牢固 任由他们怎么打 都是纹丝不动 两人为此相近 实力也同样相近 越是如此 打起来越是激烈精彩 外人看得精彩 尤其是那些跟班 一个个看得目眩神迷 作为天尊 能如此近距离观看道尊 全力出手大战 而且还没有生命之威 这种机会太过难得 他们来这里 其实为的 就是看笔斗 从道尊的笔斗中 往往能领悟到 很多有用的东西 林墨宇看着笔斗 略显异性阑珊 天交虽然都很强 在他们自身的境界中 属于佼佼者 可是再强 也只是道尊一径 道尊一径对林墨宇来说 见过太多 杀的也不少 这种程度的大战 实在无法让他提起兴趣 不过林墨宇还是在看 希望能从中看到一些亮眼的画面 他的表现 被夏侯渊看在眼里 果然 区区道尊一径的天交 在他眼里 根本不算什么 夏侯渊觉得 若是林墨宇 想要杀这些道尊一径的天交 应该不会多难 他一时间也摸不准林墨宇的实力上限在哪里 既然林墨宇能被那些存在看重 显然林墨宇的实力 绝对不会是表面上 看过去那么简单 或许 他的真实战力 远比想象的要高 第一场大战 在持续了数分钟后 终于分出胜负 最终还是左午时的天交略胜一筹 胜了一招半世 获得胜利 两人被传送回自己的座位上 落在二人身上的光发生变化 胜利者依旧有光芒笼罩着 而失败者身上的光芒消失不见 失去了光亮 意味着他被淘汰 失去了继续挑战的资格 不过 这些排名靠后的天交们也清楚 自己过来 就是来陪跑的 真正的主角不是他们 他们更多的是把天交大会 当成一场历练 无论哪届天交大会 真正的荣光都只属于前十名 而前十名 基本上都出自南州的九个顶尖势力 外加商城里的陆丰商会 其他势力很难挤进去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九大顶尖势力的强大 这次也是如此 唯一一个不属于九大顶尖势力的天交 最终也被陆丰鸟挤了下去 前十依旧属于他们 前十的作息难以撼动 就好像是南州那已经成型的格局 难以改变 比斗一场接着一场 所有上场天交都各斩所能 在短暂的时间里 就是他们爆发耀眼光芒的时刻 他们不仅是在展现自己 同时也是在证明自己 他们是天交 虽然出身有好有坏 可他们的天资都无庸置疑 将来的成就谁高谁低 又有谁知 现在不如你 不代表着将来不如你 哪怕面对那些顶尖势力的天交 他们也敢叫上一声 看看将来 谁能走得更远 林墨宇看着一场场比斗 发现比斗的结果 大部分都如同魏次一样 只是偶尔会有意外 在大会开始后 魏次的排序 根据每个人的悟性 导星又进行了两次更换 其实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各方的实力 相邻两个魏次间的实力差距很小 等到挑战结束后 必然会有人对我发起挑战 那我应该选哪个呢 林墨宇思索着 到底哪个人更适合自己 90人 45场比斗 在持续了一整天后 终于结束 所有被淘汰者 都失去了光芒的笼罩 变得暗淡 有部分人 脸上露出懊恼之色 甚至还有些不甘 不过大部分天骄 道星依旧坚定 不会因为一次小小失败而被打击 他们对未来 有着自己的野望 失败只会是他们走向成功的踏脚石 45场战斗中 只有最后一场战斗 让林墨宇稍微提起了一点兴趣 这场比斗 由来自绝天宗的叶璇 对来自云孝城的飞云 叶璇原本排在第十 后来被陆锋摇挤了下去 坐次到了左六 排位十一 他也是本轮中 唯一一个道尊二进的天骄 这场大战 近乎是碾压 叶璇完全压制了飞云 若不是叶璇手下留情 飞云将会十分狼狈 比斗之后 飞云也向叶璇行礼 表示感谢 天骄们确实有着 跃进而战的实力 可那也要看对手是谁 若对手也同样是天骄 也就谈步 上什么跃进而战 林墨宇看着这场比斗 发现叶璇所施展的术法 堂皇大气 展现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势 与他所知的绝天宗术法 并不相同 这个叶璇 应该另有奇遇 获得了非同一般的传承 林墨宇在心中想着 他感觉自己的判断 十有八九不会错 随着叶璇和飞云的比斗结束 第一轮四十五场比斗 也随之完结 第一轮胜利的四十五人 将会进行第二轮比斗 第二轮 依旧是按照最近的位次 比行两两对决 因为是单数 所以位次最高的叶璇 直接轮空 而且会轮空两次 剩下的四十四人 继续比斗 第二轮会胜出二十二人 接着便是第三轮 第三轮 由二十二人继续进行比斗 比出十一人 第四轮 叶璇会加入进来 总计十二人比斗 最终胜出六人 这六人将会与前十组成十六强 第五轮开始 将是本次大会中精彩的部分 十六人两两对决 决定出八强 四强 乃至最后冠军 最终 在由路连进行计算 通过个人所取得的成绩 决定谁才能获得最强天交称号 整个过程十分公平 天交大会举办了无数次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公正性 每一位最强天交的称号归属 都能让人心服口服 林墨宇看着一场长比斗 眉头微微皱起 我似乎感受到了气韵的流动 他暗自动用了报韵术 报韵术虽然不能查看气韵 却能看到每个人运气 如果气韵下降 运气也会随之下降 他发现 这些失败者的运气 每下人都已经低于五十 而那些胜利的运气值 基本上都在六十以上 正在擂台中比斗的二人 运气都恰好都是六十一 观察了一会后 等到比斗结束 两人分出胜碎 这一刻 运气值发生了变化 胜利者的运气达到了六十八 而失败者的运气 直接掉到了四十八 这说明 胜利者的气韵增加了 失败者的气韵 则相应减弱 失败者的部分气韵 来到了胜利者的身上 然后气韵不断堆积 最后这些增加的气韵 将全部集中在 最后的胜利者身上 最强天骄所得到的气韵 就是来自这里的每一位天骄 每一位天骄 都贡献出部分气韵 如涓涓溪流汇聚成河 送给最强天骄 天骄的气韵 原本就比普通修炼者要强 虽然每位天骄 分过去的气韵不算多 不过加到一起 那数量就有些惊人了 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得到最强天骄称号的那位 修炼起来会一帆风顺 甚至还能获得很多奇遇 如果仅是为了加快修炼 最强天骄的称号 其实用处并不大 那么到底有什么目的呢